12月25日 有媒体拍到王大陆和蔡卓一一起现身机场 两人从上海飞往长春 不过和此前被偶遇时形影不离的状态不同 俩人是以前以后分开走 故意保持着一定距离 在很多人看来 现身机场的王大陆和蔡卓一之所以分开走 不过是为了避嫌而已 但万万没想到 待到下午6点左右 蔡卓一粉丝团却发表了蔡卓一女士目前单身的声明 当然 粉丝所发表的声明并不是完全主观性的 而是经在联系公司之后才发布的 蔡卓一粉丝团称 经联系公司确认 蔡卓一女士目前处于单身 并且对于此前曝光的恋爱传闻 女方也并不否认 称以前确实有过交往对象 不过现在已和平分手 其他均为不实报道 而蔡卓一今日形成纯属工作形成 今后蔡卓一也将以失业为重 同时蔡卓一方不忘呼吁网友多多关注蔡卓一的作品 最后向所有粉丝送上圣诞祝福 今年5月份被拍到街头抖爆亲吻画面的王大陆和蔡卓一 恋情疑似曝光 紧接着 两个人还频频被偶遇到一起打篮球 一起游拥和攻 而且 就在本月16日 还有网友晒出偶遇王大陆带蔡卓一打篮球的画面 感情看起来十分稳定 但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两个人官宣恋情喜讯 女方就直接宣布回归单身了 着实很遗憾 其实 蔡卓一和王大陆恋情疑曝光就不被外界看好 男方绯闻不断 女方曾经历过一段婚姻并公开表示没有发生意外 不会打算结婚 今日 蔡卓一也有在社交平台分享出庆祝圣诞节的动态 心情看起来还不错 想来两个人是和平分手 那就祝福他们各自安好吧 roads 油 油 油 塞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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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